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22号在国民党中常会 听取台湾外事部门有关菲律宾公务船枪杀台湾渔民事件的报告时表示 枪杀台湾渔民是冷血的杀人事件 菲律宾政府一定要向台湾方面正式道歉 这样才能还台湾渔民以公道 不管调查结果如何 他至少要表示一个道歉跟赔偿的态度 这是个态度问题 针对日前菲律宾方面称将用一中原则解决枪杀台湾渔民一事 马英九表示菲律宾方面此时提出一中原则 意在闪避台湾方面提出的要求只是借口而已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马英九还对在中场会上做报告的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永乐提出了要求 称外事部门必须紧绷神经 全力以赴解决后续问题 我们绝对不允许类似事件在发生 这个是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做到的 除此之外 马英九还称台湾海巡部门今后将会进行常态性 长期性的呼吁行动哪里有渔民哪里就有海巡 但他同时澄清这与军事演习毫无关联 日前菲律宾向台湾法务部门递交了赴台调查的请求书 称希望能够在23号抵达台湾展开调查 对此台湾法务部门回应说他们拒绝菲律宾的调查 因为之前台湾方面提出的要求很多都没有能够获得菲律宾的正式回复 另外菲律宾方面还想要到台湾对受害渔民进行验尸 也被台湾明确拒绝 台湾方面认为目前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短期内互派调查团的可能性并不高 射杀台湾渔民的事件引发了菲律宾国内华侨的不满 日前他们在中华两岸和平发展协会理事长邱毅和菲律宾友好基金会主席许明良两人的号召下 一共筹募了500万元新台币的捐款 要分别捐给受害渔民红石城家属 以及7年前遭菲律宾水井射杀身亡的满春夜号渔民家属 不过红石城的家属拒绝收下捐款 那我们还是希望菲律宾政府给我们一个公道 给我们一个道歉 经过现场协商 这笔捐款将以红石城的名义 转捐给台湾渔民海上救难基金会 用于台湾渔民未来在海上作业救难救济之用 台湾旺报22号发表评论称 菲律宾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事件发生以来 马英九当局以强硬姿态予以回应 大陆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表达了支持 而菲律宾却以一中原则来挑拨两岸关系 台湾民众已经清楚认知 若不是两岸有着以九二共识为前提而达成的谅解 若不是两岸都珍惜得来不易的两岸和平发展 事情的发展恐怕更加复杂难解 旺报还发出呼吁 希望两岸能掌握当前台湾民气可用的契机 采取务实的行动 让台湾民众具体感受两岸和平带来的红利 使从菲律宾事件中建立的默契合作关系进一步升级 推进两岸政治关系 台湾立法机构本计划在22号审查 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的议题 但是审查计划因遭到绿营阻挠而流产 台湾立法机构22号安排审查海协会 赴台社分支机构条例草案 但是绿营民意代表却用包围主席台的方式阻挠意识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绿营之所以会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 现在审议的条例草案是由行政机构提出的版本 这个版本不能够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 他们也要提出自己的版本 等他们的版本出来之后再一起审议 双方最后达成共识两周后再审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中生代23号举行 青壮世代建议党中央举办大陆政策辩论记者会 希望能够积极参与两岸议题 争取两岸议题的话语权 在记者会上 民进党青壮派的代表宣布将在25号民进党代表会上提案 建议党中央在所谓中国事务委员会举办两岸政策辩论 前民进党籍民一代表林卓水称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应该形成长远的战略价值观与共识 广大民进党老中青各路人马的意见 扩大党内参与两岸议题讨论的范围 中国公务船正常巡航南海人爱交 菲律宾方面却无理指责 海四季增加18亿美元军费 央言要提升海军战斗量 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与中国较劲 请看本期热点透视 中国立足菲律宾赖在南海人爱交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近日对外高调宣布 要拨款18.2亿美元 用于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建设 还扬言说菲律宾有能力抵抗任何闯入 菲律宾后院的势力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阿基诺三世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调的宣布扩充军力 菲律宾在南海到底有多大的野心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岸的两位嘉宾 共同就这些话题来参与讨论 北京演播室军事专家张兆忠先生您好 李鸿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演播室世新大学教授游子强先生您好 李鸿 张先生还有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在跟二维谈讨相关话题之前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 针对近日菲律宾就中方舰船驶入仁爱礁提出抗议仪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22号回应称 仁爱礁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仁爱礁隶属海南省三沙市 位于三沙市南沙群岛美济礁东南约14海里处 是一个南北长约15公里 东西宽约5.6公里的环礁 船头上中国渔民一直将其作为重要的捕鱼场所和避风地 中国的舰船驶向仁爱礁这是例行的巡航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菲律宾方面的抗议 为什么菲律宾方面会有这样的举动 首先仁爱礁 美济礁 马欢岛 费信岛 南药岛 中叶岛等等 这一堆岛屿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那么菲律宾的话在其实二战结束以后 他一直把这几个道的话他感觉他应该去站 第一轮是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他当时有一个航海学校的校长叫克罗马 这个人带着学生实习的时候 当时就围着这堆岛礁转 转来转气他说在我们菲律宾附近还有这么一堆岛 可能是没人要的 他自己要当国王 帮他圈下来以后他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以后菲律宾一个主要的理由 他就认为这些岛离他近 所以就应该他站 那么以后逐渐七十年代以后开始派兵 占领了南沙的一部分岛礁 当时我们中国海军力量比较弱 边长莫及 他趁机就占了一堆 占了一堆以后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 他就开始扩大战的范围 就开始像美极礁 仁爱礁 还有黄岩岛 我们今天谈的仁爱礁这个事 他是在1999年5月8号中国使馆被炸 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第二天 趁人之位 他就把一个四千吨的一个 1944年美国建造的一个坦克登陆舰给弄上去了 凿沉了之后坐沉的那个礁上了 过了一段时间还弄了一艘破船 弄到黄岩岛上去了 就用这种办法来造成继承事实 然后就跟国会说 你看我们得立法了 这些个我们都有派兵驻守了 那个坦克登陆舰上去 我们也有七个兵在那站岗 就是国会就开始通过决议 通过决议后说这都是我们的 然后把这些岛礁我们占了 占了以后成立一个特区 行政长官还带了一帮人 在这走的时候 正好中国几艘舰艇在这巡逻 所以菲律宾他就感觉 你看行政首长带了一帮人 正好是在仁爱礁周围活动 结果遭到中国的拦截 他就感觉侵犯他的主权 这一直都是中国的主权 所以说他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无理取道 也就是说菲律宾这样的一种抗议 是自说自话 那我们看到就是菲律宾的媒体 也在炒作这件事情 我想请问一下 台北远播室的尤子祥教授 您觉得就是菲律宾方面的 这种自说自话的抗议 本来是不存在任何道理的 但是菲律宾媒体又借过炒作 那是想把这件事情过分的渲染吗 其实菲律宾对中国这些固有的导礁 起野心或是有侵占的想法 已经很多年了 那为什么在最近呢 在这个台湾跟菲律宾发生争议的这个档口呢 他要把这件事情这样如此的把它放大 在媒体上好像要创造一种 似乎这件事不是菲律宾跟台湾的问题而已 事实上大陆也跟他开始有了某些冲突的这样的感觉 其实你仔细观察 在台湾的这位渔民呢 被菲律宾用机枪扫射打死之后 菲律宾面对这件事 他就是不愿意救世论事 本来这件事就是一个过度的武力的使用 就是一个有益的谋杀 就这么简单 大家如果就事情讨论事情 菲律宾在道理上绝对站不住脚 不过他应该也是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他就不愿意跟台湾方面 就这件事的事实本身 证据本身来救世论事 他就要把它拉大 创造一种似乎菲律宾 正在面对着台湾跟大陆威胁这样的模样 希望利用这种说法呢 最好能够把美国给拉下水 所以菲律宾这个想法啊 其实从他的媒体上 把最近在这个仁爱交这件事情呢 把它放大的这个做法里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他们并不想就问题讨论问题 一切事情把它扩大之后 最终目的是希望 一面在菲律宾的国内 能够创造一种菲律宾人被欺负的这种形象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混掉 他明明在道理上站不住脚的 台湾与菲律宾愚民枪杀的这个问题 所以菲律宾等于是透过这个方法 让事情更加的模糊 更加的不能就事论事 那我们看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 中国外交部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回应 那就是仁爱交它的主权是属于中国所有的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来看这件事情的变化 比如说菲律宾方面还会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而对于中方来说又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维护主权 现在在仁爱交周围 离它最近的一个交是美激交 离它这个十多海里 另外与中国站的永属交 也距离它不是太远 基本上造成一个犬牙交错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在菲律宾站的这八个岛礁 中国的八个岛礁以及仁爱交这一片的话 我们中国基本上在那个地方还是有据点 还是有一些个斗争的力量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海监与政 他们的船也大了 所以说到那去一下一千多公里 到那个地方不到一千五百公里 那么这样的话也很方便 这个以后就是常态性的巡航 后边有海巾舰的保护 所以这个从斗争形式上来讲 没有问题 那么菲律宾它现在的企图是这样的 就是先落着脚 落着脚 那个57号破坦克登陆舰 凿沉了在上面 上边以后维护它 别让它给沉到海底去 有这么一个象征物 有这一个东西 它就是菲律宾宣示主权的一个象征 它就可以人在船上进行站岗 后方就可以送淡水 蔬菜进行补给 那么中国要做的 我感觉中国的岛 那么你给站了 那上面又没什么固定的建筑物 也没有啥堡垒 也没有什么营房之类的 就这么一艘船 这个要通过外交方式 要让它给撤 要让它给撤 现在可能要迷去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仁爱礁 仁爱礁 目前这个上面是可以驻扎军队 或者是可以有人在上面生活的吗 仁爱礁它是长15公里 宽5.6公里 它是水下的一个礁盘 不露出水面 如果烙潮的时候 它这个坦克登陆舰是涨潮的时候弄上去的 弄上去以后 然后凿沉了 凿沉之后一退潮 就搁浅在这个礁上了 然后它就以这艘坦克登陆舰作为一个据点 就派了七个兵在那长年站岗 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 我感觉中国要做的一个 就是跟它讲的 这个礁不是你的 是吧 是我们的 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 第二个 你这叫啥玩意儿 就是那艘船上面遭沉了 就在上 就好像一人业主买了一栋别墅 好几年没装修 一般混合以为他业主不要了 就跑里头 拿着扑盖脚 跑里头住 住好几年 然后跟别人就说 这是他们家的房子 那业主反而把业主赶跑 说这不是你的 你好几年都不住 就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要跟他 我们从法令上讲清楚 这不是你的 是我的 你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菲律宾拿不出任何证据 第二个 不能够长期这么站下去 这么站下去 下一步菲律宾是想什么 因为他放这个船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建筑物 他是在试探中国的底线 如果中国不理他 99年就放上去了 多少年了 如果长期下去后 他就开始搞固定的建筑物 搞一个堡垒 搞一个营房 你那个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说的话 现在趁他还没有立足卫稳的时候 这个要加强斗争 那就是海间船进行巡航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您觉得对于仁爱交的主权的维护 会起到多大作用 这只是一种宣实主权 就每天在那走 每天在那走 但是你站不住 你没法落脚 就是说南海斗争的策略 我感觉是这样 一个我们在外交上 要经常宣示我们的主权 第二个我们的海间鱼症 要经常在那个地方巡航 常态性的巡航 但是你是流动的 人走了 他不就没了吗 另外那个地方要鼓励我们的渔民 现在我们还有30多艘渔民 在那个地方捕鱼 在南海 前几天我看他们抓了一条 100多公斤的金枪鱼 挺好 就是要在仁爱交那个里头去 起码渔民 要在那去捕鱼 造成南海鱼业大生产的 这种热潮 你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的海交鱼症 才能保护他们安全生产 所以逐渐逐渐用这种方式 逐渐把他们挤走 那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历史以来 菲律宾在整个南海区的一种 挑衅行为 一直不断 比如说近期 我们一直在探讨的 这个射杀台湾渔民的事件 还有对于中国舰船 对仁爱交进行例行巡航的 这种抗疫的行为 并且一直以来 企图强占仁爱交 还有在21号 菲律宾的总统 还对外界宣布 要扩大菲律宾的军力 那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菲律宾对于 扩充军力的相关新闻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菲律宾总统 阿基诺三世21号宣布 将给予菲律宾武装部队 必要的资源 以保卫菲律宾的主权 阿基诺三世说 未来将拨款约 18.2亿美元 用于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 并将提高海军能力 放在最优先位置 按照该计划 到2017年 菲律宾将拥有 两艘先行护卫舰 两架能够参加 反前站的直升机 与三艘用于海岸巡逻的 快速舰艇 以及8辆两栖突击车辆 从我刚才短片 我们也看到 菲律宾的总统 阿基诺三世 要拨款给菲律宾的军队 作为军费 要强大一下 菲律宾所谓的军事实力 这样的一种宣誓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高调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台北演播室的 游子祥教授 您如何来看 菲律宾总统的 这样一种喊话的行为 您觉得 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对于菲律宾军方 会带来哪些方面的触动 这个阿基诺三世 是在菲律宾的海军建军 115周年的典礼上 说了那样一段话 而且他说话的时候 除了说要拨军费 还提到了说 不准任何恶势力 跑到菲律宾的后院 这事实上是暗指着大陆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菲律宾的国内 当然有他的目的 我们知道 阿基诺三世 在菲律宾目前的 民意支持度蛮高的 所以就开始要在菲律宾 炒作一种民族情绪 当然任何国家 要在他自己的国内 搞民族主义 粘动自己的情绪 他可以自己这样做 可是他不能够在做完这件事之后 开始四处妄为起来 现在最可怕的是 像菲律宾 像日本都有这种倾向 领导人自视自己 支持度蛮高 国内经济 内政做得不错 就开始四处放火 这个问题才严重 所以阿基诺三世 他所做的这些事 说的这些话 事实上代表着 菲律宾正在开始 朝这个方向移动 所以他一方面 是说给菲律宾人民听的 是在菲律宾经济有所成绩之后 希望能够让大家的自信心 被他煽动起来 对内是这样 对外当然也有试探 国际反应的目的 因为他也就是利用了美国 在亚太这个区域 以及亚太很多实力 比较比中国弱的国家 他担心中国的崛起 或者有些吃味 在这个情况底下 大家有些担忧 菲律宾也在利用这个机会 好像要做个出头鸟 代表着其中一种 好像围堵中国这样的力量 所以其实阿基诺三世 说这个话 是有这个目的的 刚才刘教授分析 这个菲律宾扩充军力的时候 谈到了说 阿基诺三世对外喊话的时候 说要保护好自己家的后院 显然是跟中国闹 南海没有几个国家 敢当面罗背 对面股东跟中国敲打 是不是 你只有菲律宾 就不知道轻重 怎么冒出来 给别人当枪使 美国一看这挺好 正缺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出来之后 美国给他 美国给他以后 又鼓励其他的盟国要送他 比方说韩国送了一艘 1200吨的普相级的护卫舰 这个护卫舰能装四枚反架导弹 装六个鱼类发射管 还是不错的 装一七六炮 这个就是原来断成两截的天安舰 这就是那个级别的 韩国就要一美元 就基本上白送他 日本送他12艘 12艘 我今天看日本要加快这个进度 原来是准备分好几年 现在是明年一年 基本上都给他弄完了 这个比较快 因为日本造舰能力很强 十艘是几百吨的巡逻艇 有两艘是1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 你看这么算一下 有两艘美国的三四千吨的舰 再加上韩国送他一艘1200吨的 另外日本再给他12艘 基本上我估计两三年之内 菲律宾的海军力量就能够像往像样的 虽然菲律宾认为是说 他可以仰仗美国 认为有美国给他撑腰 但是从美国的本意来说 可能对于菲律宾所有 所可能给予的一些帮助 也只能说是一些小恩小惠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日本 台北也不是有叫手 日本方面似乎也在答应着菲律宾 说可能会向他出售一些巡逻船等等 首先对于日本 我们可能要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日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权利 向菲律宾来出售这样的巡逻船 那么如果有的话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或者这样的一个计划 有可能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之内进行实施 当然日本在二次战后 它的宪法规定的是个和平宪法 所以它是不能够发动战争 不能向国外输出武器的 可是它这一次所谓的海岸巡防船 海岸的防卫艇事实上是在玩一个法律的漏洞 因为它事实上这个船 也是可能可以作为军事用途 甚至可能用来发动一些军事的意图或者作战的 可是因为它包装成是一个给海岸巡防队用的民间的船只 所以它是以这样的模式 你可以说这个动作是有高度的争议的 当然这也不奇怪 因为日本以最近一连串的表现 日本在国内也希望要煽动起一股力量 来修改这样的宪法 来重建日本的军力 也是因为安倍晋三也自认为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度不错 经济搞得不错 又开始要恢复军国主义的光荣了 所以类似像这种动作 美国竟然纵容的话 这是一个明白的讯息 而且这就是在怂恿这些小国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如果真是如此 那美国的重返亚太事实上是给亚太带来灾难的 所以日本在对外输出这样的船只的时候 有高度的违反了他作为一个放弃战争的 既取战争教训永不再犯的这样一本宪法 所希望他做到的事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日本军国主义 又再复苏的一个可能的线索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菲律宾 射杀台湾的渔民 包括这个要想企图强占这个仁爱交 再到想要扩充军力 还对外放话说保护所谓不属于自己的后院 那您觉得菲律宾整个在南海区 它的野心到底有多大 菲律宾它做这一切呢 其实就是两个考虑 说白了就两个考虑 一个考虑的话呢 就是说做给国内人看 提高它的支持率 这个它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这是一个你看我这对别人多硬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国内的话呢 确立它的微信 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给美国当马前卒 美国要占了东移 占了东移 美国要找支点 刚才有点说讲到 现在美国就公开说 这个一个是美国的盟友 菲律宾 美国要想在菲律宾 苏比克万克拉克 要重新要驻军 或者经常派 派兵到这个地方住的话 你不能够得罪菲律宾 所以菲律宾正看中了 美国需要它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它可以要挟美国 菲律宾其实重点 它很清楚 一个把海军放在 菲律宾建设的第一位 现在它做到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要加速 它海军的现代化建设 通过自己投点钱 然后拉美国 韩国呀 让美国说服它这些盟国 给它送点 小国家送点 就差不多够了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加强它两栖作战力量的建设 你看这两年 美国跟它进行的演习 全都是两栖 美国就训练 它的两栖部队 两栖部队 一个是两栖登岛 第二个岛上作战 第三个特种作战 就是这些训练科目 那么下一步 有可能把美国再请回来 住在菲律宾 这样菲律宾就更人无人流了 所以说它基本上就这点 就是这几部派 你真给 像菲律宾这国家 你真跟它谈 它还真是没什么好谈的 你比方说南沙中非之间的 这个化界争端 我们想跟它通过谈判的方式 外交的方式去解决 它登下给你告状下 从它扩充军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我们也可以看出 就是它是在实施对内安抚和对外试探 这样的一种用心 但是菲律宾这样的用心之后 到底有多大的野心 那可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好的 非常感谢张先生对以上话题 给出的观点和分析 谢谢 好 谢谢 也感谢台北演播室的游子祥教授 谢谢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